我們很高興第三位港姐的佈儀 有請我們馮檢基先生 各位廣東社團聯會的朋友大家好 我這次參與這個特首選舉 是有我自己的一套原因 當然作為販民的一份子 我認為直到目前為止 特首選舉只有1200人可以投票提名 以至選特首這個圈就太小 雖然我們有20多萬人選出這1200人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朝向 人大上委會17年就應該有直選我們的特首 這個選委會的制度 應該是這次是最後一次 下一次就不應該再像現在這樣的做法 而我們覺得這種小圈子的選舉形式 無論是對我們香港內部 當我們面對國際的時候 我們都解不通這個現在的做法 大家不要以為一個民主的制度 走得快和慢是對香港沒有影響 而我所說的影響就不單止是政治的影響 還是我們香港發展以至經濟的影響 都會受著這個民主制度 讓大家在內部爭爭互相爭辯以至甚至撕裂的情況 會拖慢了我們香港人 就用回2005和2010年的兩次政改 其實我都在這兩次政改的討論過程中 半封眼的位置 所謂半封眼的位置就是2005年那次 大家知道是政府欠六票 去到投票前的兩個星期 特首開始找我談 因爲他可能有人想到 如果我們的票都給他 他是有機會通過這個政改方案 當時我們提出三個要求 當然我也知道 原來我們的票這麼可貴 那三個要求是遠比普通一票重的 第一個要求就是 我要求他任內 還有一年半 就是要有時間表路線圖 刻劃出特首和立法會的普選 第二 如果通過之後 請他聯同我們民主派的26位議員上京 和負責政治工作的官員 討論未來發展的情況 以及表達我們的意見 第三個是取消區議員委任制度 我猜大家未必相信 當日的曾特首是答應了我投的兩件事 第三件事 他說要分兩或三屆 才可以取消區議員委任制度 而這裏反而成為我和曾特首的主要爭論的地方 當然大家也知道 2005年最後因為欠了票而過不了 所以我也因為沒有了這個協議 我是投反對票 因為政府的原方案我都是保守的 如果不給我一個路線圖的時間表 我很難當時支持 對我來說 這個封眼的地方在哪裏呢 大家知道民曉一直都是爭取民主的制度 在八百直選的時候 以至是我們做了籌委的時候 都向中央政府提出 1997年一半的議員直選 特首是一開始已經直選 這個已經是現代社會裏面 是常見的做法來的 為什麽我們香港不行呢 是香港人真是落後一點 是香港人真是沒有知識 是香港人真是不懂得選 是香港人真是沒有人能夠 是透過一個群眾的支持之下 去當選成為香港的最高領導人 特首 所有剛才的問題都是否定的 但是因為那個發展的緩慢和爭拗 其實每一次的政改出來 包括今次2010年去講2012年的方案 都會令到贊成快些或者慢些 都是一個撕裂的狀態 在糾纏著 這個糾纏不單止纏著我們兩派之間的爭拗 更加糾纏著官員、糾纏著特首 可能這個糾纏本身就會導致到 你想其他東西少了 你關注其他東西疏忽了 而令到香港整體的發展是慢了的 我的問題是我們值不值得 為了一些我們必然可以做到 沒有跟必然會做的事再繼續糾纏下去呢 當然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都要說 如果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是有三方面的 根據《基本法》有三方面的權力 都要同意才能做到的 胡先生 我們是想你講施政理念 是 我這個施政理念 你說得太多民主的那些 我不是講完 我告訴你這個制度 是怎樣影響我們施政理念 因為現在你接受這個1200人的選舉團 你接受你就要參選 我們希望你講一下你參選的理念 是否好過剛才兩位 如果好過他們兩位 我們就支持你 你讓我再講下去好嗎 你講施政理念這個時間 我知道 因為我有20分鐘的 這個民主的制度 正正如果真是好像《基本法》所講的 經過人大 經過特首 經過香港 經過立法會同意之後 交給中央政府同意 是通過了之後 我相信再不會在社會上再爭辯 什麼叫直選 怎樣舉行 怎樣爭辯 請願 抗議 遊行 是我們再不用將政治議題 在香港的社會裏面繼續糾纏 於是當我們去推動其他管治香港的工作 是會順利很多 順暢很多 所以在我的政綱裏面 其實我的政綱裏面其中一個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應該成立一個是按常委會的決定 就是推動雙普選的委員會 讓那麼多方面他有權作決定的人 都在這個委員會裏面 是大家一起談 包括是中央的官員或者他的代表 特區的官員或者他的代表 不同的政黨立法會議員 和學者 就在特首選了出來之後 就用兩三年的時間 大家都經歷過《基本法》的諮詢過程 當時是兩上兩下 我們都透過這兩三年的過程裏面 兩上兩下 找出那麼多不同門派的共識 當這個共識出來之後 諮詢香港人 再遞交給中央政府 那就不會再在以前那種的撕裂情況之下 去產生爭執鬥爭 那麼香港才是 又既能夠完成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亦都能夠解決我們香港的內在 對於民主的爭拗 更加令到我們特區政府餘下的時間 特別下一屆的特首 是可以做好我們香港內部的工作 所以這個是我其中一個 如果我當選的 是我治港理列裏面 我覺得這一屆的特首要完成 要完成好這個政治工作 第二點我的治港理念 就是如果大家 不好意思 可能大家可以上網 可以看到我這個政綱 我第二個治港理念就是 我們要將我們的市場 真是有競爭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香港的市場 其實競爭的能量 是去到幾個集中大的財團 或者企業那裏 我從來沒有說要說財團這個做法是違法 但是這個的發展呢 是成為是資本主義 又所謂我覺得是有問題的自由市場 成為一個必然的可能性 不單止香港是這樣的情況 美國、歐洲都是這樣 是怎樣呢 當你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 資本本身就是令到你是加強你競爭的能力 你越大的資本 你競爭能力越大 於是資本本身就會是吞併或者合併 從而擴大它自己在市場上面的能力 而因為自由市場呢 基本上融讓或者甚至放縱它們的競爭 於是變成了 由可能一千幾百個的企業 或者資本就慢慢縮成三五個大的巨型的企業 而這個三五個大的巨型企業呢 就將自由市場扭曲了 很吊詭的地方就是 我們市場要有資本 資本在市場裡面競爭 但是競爭的結果呢 就是殺死了市場 所以作為特首呢 一定要將現在的市場 重回一個是有合理競爭 一個公道的競爭平台 讓不同的公司 無論是大企業、中小企、打工仔 都能夠在這個工作、貿易、做生意的過程裡面 得到合理的回報 那我的做法就是說 我假設房地產是一個最令人非議的一個市場呢 我就作為特首呢 是應該用政策推一推的空間出來 讓這個空間呢 可以給到中小型的房地產的公司企業呢 是可以進來的 比如透過土地的大小 賣土地的時間 就是旺的時間賣和南的時間賣呢 是不同的 兩年前賣元朗的土地是七千多元 建好之後一萬元一呎 現在你再拿出來買了 一定是五千元左右 所以兩年前賣 可能是某些企業買得到 今年買得更加多的企業可以買得到 去投標的意思是 所以我覺得 特首是有這個運用政策的能力和權力 是活化我們應有的競爭的市場 第二個呢 就是現在我們主要的兩大企業 產業就是房地產和金融 我們的問題是 它是不是足夠能力 養好我們七百萬人 甚至增加未來十八年之後 2030年呢 我們會到八 根據政府的估計是到八百八十萬 我認為不行 不夠 第二 這兩大的企業 是不是提供足夠的職位 以至高薪職位 如果我們年輕的一代 可以看到就是我入行之後 我可以看到自己的 用我自己的能力 看到我自己的發展 計劃我的收入 用我的收入計劃我自己的家庭 我小朋友的發展和潛能呢 現在是不行的 特首告訴我 在先行報告裡面說 請大家轉型了 讀好些書 讀大學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幾次圍立法會的人 我每次被人圍的時候 我都下去跟那些人聊天打招呼 問他們的狀況 背景 我告訴你 很多很多是大學畢業生 讀著大學是專業人士二三十歲 他們拘捕了拘捕了 覺得我們香港不公道 為甚麼我讀完書讀完大學都是找回一份工 是看不到我怎樣可以升職加薪 看不到怎樣可以有前景 看不到我怎樣可以租得起 甚至買得起一層合理的樓房呢 兩個專業人士 加起來二三十歲都買不起 是否合理呢 是否公道呢 這個是否只是兩個的大產業 而影響到我們香港沒得發展呢 作為特區政府 又是特首 我覺得應該用一個先進入後退出的方式 去建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個產業 我是同意曾特首提出的六大產業 但很可惜 三年前提出 三年後的今日 六大產業只是為我們香港增加兩點的GDP 是很少的 是否再等下去呢 我是不再接受曾特首所講的大市場小勝負 甚至曾特首自己都放棄積極不干預的這個做法 大市場就是市場大曬的變成 大市場應該是市場能動的 市場不動 市場不動、不肯動、不動的 政府要動 那些賺錢的、要想辦法的 市場做 那些民生的、基本需要的、沒了不行的 政府要做 所以我提出一個概念就是 將來的發展我們一定要為多元經濟混合市場 所以混合市場的意思是 我既有市場、競爭市場 公道作為政府就是監察角色 純粹監察角色 讓市場繼續運作 但是一定要有規劃的部分、規限的部分 就是凡是跟民生有關的 不好意思了 另一邊的點就是規劃市場 如果房地產的話 公屋、居屋是屬於規劃的部分 最好就是因為去年做了一個普查 我們知道香港人的收入大過的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工資中位數、國際定義一半以下 國際定義為貧窮的話 我們要讓貧窮的人能夠在香港 生活在一個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這個房地產就需要在規劃的情況之下 就是興建居屋和居者有其屋 讓這個市場和這個自由市場 和一個競爭的市場是同時並存 這個就是將市場的規劃 是提升到一個混合式的制度 是不是夠時間呢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分鐘的時間嗎 一分鐘 剛才我說的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有新的經濟企業出來呢 我剛才提到就是先參與後退出 我提出就是用500億成立一個新的產業發展基金 甚至再成立一個是香港的發展銀行 主要就是要推動新產業 而我覺得首先要推動的就是綠色 和這個創意IT產業 綠色的產業就是我們覺得 可以有不同人都可以受評 專業的、專要知識的 它可以幫我們發展一些低排放綠色的做法 和設計 但是去到最基層的呢 我們怎樣是收集垃圾 垃圾再變成有效 變成有錢可以賣 這個需要一個很大的網絡 這個網絡是通常市場最不願意投資下去的 這個就是特區政府可以用社企的模式 我們先開始了 我們多謝李先生 好 我們現在有少許時間就問個問題 有誰想問個問題呢 這位 請你介紹自己 鴻先生 你好 我是徐利 我是做國際物流的 我的問題就是想問一下鴻先生 我們現在香港就是跟內地的內往非常密切 我們星期六 星期日我們出門口的話 去街 傳媒都看到大陸的遊客過來這裡 就買東西和消費 請問民主派發問的話 如果你將來做了特首的話 怎樣保持跟中央的這個關係呢 怎樣能夠維持我們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呢 謝謝你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本人和民協提出倡議過的事情 其實我們在九十年代 我們已經民協研究過 城市經濟已經不可行 九十年代之前七八十年代 我們香港認為香港城市本身已經可以做好自己 的經濟發展工作 可以養好我們六七百萬 那時候是五六百萬人 可以讓五六百萬人可以發揮發展 我們九十年代提出不行了 我們需要地區經濟 所以地區經濟的話 香港要跟華南區的不同省市建立關係 當時我們向中央政府 以至廣東省政府以諸罕提出 我們要建立一個是鐵路和道路的網絡 當時梁廣大提出要興建一個團珠大橋 我們公佈之後一個月我們開記者招會會表示支持 並且向香港政府提出要跟梁廣大談 當時當然香港政府是完全不理不理的 我覺得要搞這個所謂地區的網絡 作為特區政府不是要幫大家做生意 但是要建立好的基建 這個基建包括讓人流、錢流、貨流都能夠暢通 要做好這件事是飛機、鐵路、交通網絡要做好 第二當你做好那個錢流的時候 一定要跟中央政府搞好那個錢的包括香港人進去內地做生意 包括內地人來我們香港上市 這個錢流那方面 而人流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旅遊、自由行等等那些 對我來說就是錢流、貨流是相對地重要的 所以要做好這三件事我就相信我們香港成為 因為我們的強項就是金融、法治、比較中立一些的 全世界都可以相信我們信任我們香港作為一個相遇 是可以從這幾方面去發展推動 是作為將香港作為中國和外國交接的一個主要的交接點 好 謝謝你其他問題 我看大家都知道不論進行什麼制度的轉型 新興企業和發展這方面是香港一定要走的道路 在這方面人才的培養是很重要的 香港過去幾年大學發展已經有相當的規劃 但是更高一個層次的人力發展上是不夠的 在很多具體的數字來說 更高人才博士或博士這個人才培養 是推薦香港經濟轉型、發展新興企業的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數字在中國科學院工程院時 上一年香港有三個 今年越來越多越狂 在這就逐漸走向 因為不是挺好的現象 我想請教三位達首後者人 我覺得在這方面培養更高級的人才 即大學以上的研究研究研究人才 在這方面香港以香港社會地位 在香港給一些世界上各個發展的區區是很好的 你對問題是直接問的 你對問題是直接問的 不是 希望三位達首後者人將來都考慮過這個問題 多謝 我想我的回應就是 因為當然作為學術的機構大學 它可以按自己的發展增加提升自己的學術位置 我覺得這個是由大學去考慮 我覺得這個是由大學去考慮 但如果需要的時候作為政府就應該是支持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話 如果我要讓那個方向一個願景出來 而給大學或者是香港社會人士是看到 而他們自發地去推動是更加好的 正如剛才所說的 如果我要發展一個多元經濟 我去推第一個就是剛才說的綠色 第二個就是IT創意 當你政府一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令到其他的人士都看到 原來這個將來可以發展 將來可以賺錢 甚至將來可以發揮我自己個人這方面的知識 從而是更進一步的時候 你就會令到刺激到由商界要吸入人才 由商界提出的需要 學術界就會跟著上 特別當我們開始的時候沒有這些人才 我們引進一個短時間 內地或者外地的人才 其實這個也是對學術界的一個刺激 所以我覺得幾樣東西是幾樣東西在一起 就是說如果政府願意主動 推到剛才我所說的 比如綠色 綠色剛才說的是低碳牌 低碳牌是需要一些科技 包括我們怎樣發展 就要說 我們理大是最第一個發展到一個電動汽車 竟然香港是不要的 這個是不通的 那還沒有人去做博士呢 還沒有人去研究什麼呢 然後就走了去上海 如果你香港做的時候 你自己去推動自己去支持的時候 你一定會令到更加有這方面的 知識和發揮的人就會進來香港 所以我覺得香港整個政策 是大市場拖慢了我們整十年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應該要跟著 是曾特首退任的時候 一起走過去 衝過去 好 我們多謝佟建基先生 好 我們請我們的秘書長楊史雄 是 各位會董 各位好朋友 剛才我們聽了三個參選特首的候選人 因為他們現在來拿到150票 不算候選人 是參選人 所以你一聽他們說了他們的施政理念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心中有一把情 我們回去好好去慶祝一下 我覺得梁先生和唐先生和馮先生 他們各有各的特典 各有各的理念 所以我希望我們有千億人裏面有票的朋友 你們是最公正的 到時候投落一個 我們是為了香港好 我們不是為了有什麼利益的關係 所以希望我們有一個正確的理念 去投落你們成勝的一票 多謝大家 跟著我們馬會開始 好 我剛才就是大家任錯了 現在我們就自己拿回自己的杯子 去回我們的朋友那裏 然後大家圍回自己的那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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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